来 刚才这个同学问了一个什么 迭代器跟可迭代对象有什么关系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你迷糊的根源所在 你知道吗 你这么记 你这么记哈 就没有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迭代器就是可迭代对象 他俩是一回事 能懂吗 迭代器就是可迭代对象 你看咱讲的那个 只要遵循 可迭代器协议 不是 只要遵循迭代器协议生成的数据类型 那个数据对象 那是不是就是可迭代对象 那遵循那个协议来生成 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列表 是他吧 就是他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列表本身遵循迭代器协议吗 遵循迭代器协议吗 不遵循 是不是不遵循 如果遵循了 那意味着这个L下面是直接就有个例子的方法 是这意思吧 那怎么样咱让他变得遵循的呢 是不是调用这个 列表下面是不是一个Ater内置方法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把它转换成一个 遵循迭代器协议的这么一个对象 那这个得到的接管是不是就是可迭代对象 那好 这是可迭代对象 没问题哈 但是现在一打印你会发现 打印的是什么 这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 是不是迭代器啊 所以他俩是不是就一回事啊 我这是不是得到一个可迭代对象 可迭代对象是不是就是一个这种 迭代器 能懂吗 这是所有注意了哈 这是所有你疑惑的根源所在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了哈 只要遵循迭代器协议 那就叫可迭代对象 怎么样把一个把一个数据列型变成可迭代对象 是不是就是在调用这个这个对象内部的Ater方法 如果这对象内部没有Ater方法 是不是它就不是可迭代对象 是这意思吧 而调用Ater方法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生成了一个迭代器 能懂吧 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哈 为什么会问 就是因为你想要 你想要迷糊了哈 想要迷糊了 现在搞清楚了吗 好 来 紧接着这个 咱接着再来讲哈 讲咱的这个 生成器 生成器 那什么是生成器 生成器啊 就是一种数据类型而已 什么是数据类型 列表元素字典 生成器是不是也是一种类型 没什么缺义器 那这种数据类型 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自动实现了迭代器协议 这个自动这个字说的好 怎么个自动法 来 列表要转换成一个遵循迭代器协议的什么一种类型 它得怎么办 你是不是得去执行一个Ater方法 法循环 法循环 底层是不是也是这么去做的 但是生成器这点说是自动实现的 什么意思 不用执行Ater方法 只要你有一个生成器 咱现在先不要管它 它就是一个数据类型 只要你有这么一个数据类型 那比方说现在你定义了一个数据类型 就是X后面 我不知道等于什么东西 最后复制给它 它就是一个生成器 可以吧 那这个数据类型 就意味着它本身 就实现了迭代器协议 也就是说你再不用调用这下面的Ater方法了吧 是这意思吧 它就实现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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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代器协议 那不用调用Ater方法 意味着 直接下面就有个Dirndex方法 就这意思吗 就这区别 就不不像你那种那种 就不不像你那种那种 那种其他的你的 自自自点的圆祖啊 什么 自幅串啊这种类型 必须要执行一个Ater 内部要有一个Ater方法 才能有 才能生成一个可验类型 它本身就是一个可验类型 它本身就是一个可验类型 所以生成器就是什么 对不对 什么叫可验类型 再给你重复 为什么重复呢 就让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协议 什么叫可验类型 只要是遵循可验类型 可验类型协议 可验类型协议 是不是都是可验类型 啊 什么叫迭代型协议 下面有个Next方法 是这意思吧 好 也就是说生成器 你知道啊 生成器就是 就是可验类型协议 是可验类型协议 是可验类型协议 能懂吧 就是可验类型协议 再来看生成器 在Peacean当中 有这么两种表现形式 哪两种呢 一种是以韩顺的方式去表现的 另外一种叫生成器表达室 韩顺这种先提前先说一个 怎么样用一个韩顺 把一个韩顺变成一个生成器呢 就是在函硕内部用eo的语句 eo的呀 就取代了return语句 懂懂吗 取代了return语句 先这么了解 先这么了解 你只要知道函硕当中 只要有eo的 那这个函硕只要一直行 它得到的是一个什么类型 得到的就是生成器 懂懂吗 这个生成器 这个生成器 本质就是什么东西 数据类型 这个数据类型有什么特点呢 自动实现的迭代器协议 也就是说 现在先别管具体我怎么定义 我就定义这么一个test函硕 本来应该用return语返回值 现在我用eo的 是不是变成返回值了 是这意思吧 那我现在在运行这个函硕 test来获取这个函硕的运行结果是什么 是不是就做一个复制就可以了 那g拿到的是一个什么 你看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 看好了 这是一个什么 说他说是不是生成器对象 对不对 生成器对象 没问题 这就是只要有eo的 在函硕那就是生成器 但是生成器 生成器 看这位置说什么 生成器是不是自动实现了迭代器协议 那就意味着你现在获取这个g下面应该有个nex方法 是这意思吧 e执行nex是不是来要一个值 是这意思吧 好 这就是最基本的处形 e nex他就会得到一个值 先给你演示一下吧 print j.nex 来 什么 是不是要了一个值 再来再要一个值呢 没有 是不是直接报算不stoppation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孩子当中是不是也要的 是不是相当于return 对不对 是不是返回了一个值啊 是不是你用nex去取就可以了 那有同学会说我操他不相当于return吗 那return能return多个吗 可以 这些就退出了 return是不是一执行还是就退出了 是 那要的不就相当于取代了 return的位置吗 那我 我 return这要的多个呢 他一次 他一次 执行 有没有报算啊 也就是说 一要的没错 是相当于return 但是他可以return多次 能懂吗 好 先暂且理解到这 可以吧 好 这就是生成器 这就是生成器 那这个完了以后 再接着看 第二种表达形式 第二种这个形式 表现形式 叫生成器表达史 什么叫生成器表达史呢 我看 这个点要说 生成器表达史 生成器表达史 就跟他对应的概念 叫列表解析 什么意思呢 我看要不要在这个位置立即说 为什么要使用生成器 好 可以 来 现在咱讲完生成器函数的一种表现形式了 对不对 来看 什么叫生成器表达史呢 往下走 往下走 看 这是不是叫生成器表达史 和列表解析 对 什么叫 先别看他们 这个位置 先补充一个知识点 叫三元表达史 什么叫三元表达史 就这种形式 三元运算也行 也可以 来 我这家是不是先定 Name等于Alex 对吧 那我下面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看了 我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这个表达史就叫三元表达史 什么意思呢 你看哈 首先 我来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写它 我来一个 if name等于个 这个Alex 这是做一个判断的 如果判断成功 我要得到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 你随便定义 比方说 我现在定义 就是什么东西呢 定义返回 如果判断的结果 Name等于Alex 是不是代表得到一个结果是处啊 如果结果是处 我返回一个值叫什么呢 叫SB 代表如果是Alex 那返回就是傻逼 好吧 好 那 但是放不能放到这儿 表达史 这个A服判断 得到的结果如果是处 如果是处的话 你的返回值应该写到等式的最前端 意味着要写到这个位置 空格 能看到什么意思吗 这代表 他判断如果是处 返回的是SB 那 如果 就是 FALSE呢 那是不是就IELTS了 对不对 这是不是就A服判断的一个多分支 对不对 IELTS就代表 如果名字不等于Alex 那返回的是什么呢 帅哥 可以吧 那 这就是一个三元表达史 那三元呢 这是一元 那怎么 这是不是一个判断条件 对不对 那判断条件得到的一个返回值 这是一个返回值 这是 这是 这是第二元 这个是第三元 代表 判断 就是 结管如果是FALSE 返回什么值 返回这后面的值 能懂这个 这个等式怎么用了吧 好 那 怎么样 我把这个结管截取出来呢 负一个值 那这个结管现在 来 你说这个结管是什么 内容是不是 他 是不是判断成功 是不是返回就是前面这个值 不成功 是不是返回这个值 所以是一运行 是不是SB 那我把它注视掉 打开这个名字呢 大声说出来 是不是就帅哥了 对不对 就是他 就是他 对 这个东西 对 我一定要加上这一号 上面这个无所谓 一定要加上下面这号 好 这是三元表达识 三元表达识 会来以后 我们先不用着急练 再来看一下 这又来了一个 我忘记写了什么了 风格与Alex的故事 好吧 好在这儿 来看 这个哈 这个老男孩 又与风格的强势加盟 很快走上了上市之路 Alex思来想去 决定感谢一下我 怎么感谢呢 给我启哈一筐鸡蛋 鸡蛋补营养 天天有讲课 讲这么累 补营养 好 这个补营养啊 怎么补呢 给我一筐鸡蛋 对不对 先不要看这个例子 看完就没什么悬念 来 他又给我一筐鸡蛋 怎么给 是不是要拿一筐鸡蛋给我呀 对不对 那你总不能这样手动去生成吧 手动来鸡蛋一鸡蛋二鸡蛋三 这么去定义 不能这么去定义 这个位置 学了三元表达史以后 再教给你一个技巧 叫做列表解析 列表解析 列表解析怎么玩呢 怎么玩呢 你正常要生成一筐鸡蛋 怎么生成 鸡蛋放到列表里面对不对 是不是定义一个空列表 然后呢 for i in 比方说他又送了我10个鸡蛋 他最多送我10个鸡蛋 for i in for i in 认识10 这代表循环10次 i in i in 个例子的 怎么办 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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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好吧 我再来个字符刷并接 s 然后什么 i in i in 这就可以了 最后这是不是他就送给我的鸡蛋 对不对 就这么空门 就送10个鸡蛋 这是不是生成了 那这上面这是几行 一行两行三行 是不是三行才得到结果 有不这三行中 综合成一行的这么一个操作 怎么综合呢 看啊 最终是不是要生成一个列表 那怎么生成呢 是不是一个放循环 那我就放循环拷贝过来呗 是不是带个放循环 对不对 放循环是每次取一个值 对不对 取一个值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放在列表里面 我这就已经是列表了 这就相当于 已经是爱个类似的了 也就相当于 你是不是放循环 要取出每一个值要怎么办 是不是要做一个字符串 拼接 鸡蛋 2s 然后怎么办 2i 这是不是拼接了一个字符串 没问题吧 但是这个结果不能放到这 放到哪了 放到最前面去 能看懂吗 这代表什么意思 放循环这个 对不对 然后取出每一个值是不是 复值给他呀 你是不是 我如果不写这个这个字符串 直接一个百分之ri 什么意思 至少直接一个i 是不是就123454放到这个列表里面 那你来看哈 这个列表 来看 这就是列表解析 perntl 来看 这是打印吗 那上面还是四行呢 对啊 这是不是生成出来这么几个了 我是为了让你好看一点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怎么办 我不直接i 我是不是来了个字符串拼接 能看懂吗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你可以一次去 一次处理每一个来的那个元素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 那这就来了 你再看打印 是不是一行生成这么一个了 能懂吗 好 这是这个哈 这是这个 这是列表解析的一个玩法 还有一个玩法 看了哈 这是不是相当于三元表达式的一元 这是什么 这是二元 还有一个元是什么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else 放循环是不是可以跟else 是不是拼接 注意放循环后面 有的人会想 卧槽 能不能接着写f判断的 啊 能不能写f判断f大于5 行不行 没打印 没打印哈 还有一 可以啊 可以吧 这是不是一个三元表达式 你告诉我哪三元 主体一个放循环 对不对 注意后面没有冒号 对不对 然后呢 二元是不是鸡蛋来处理啊 三元是不是来了 再来个判断条件 没问题吧 是不是就三元 对不对 三个操作哈 那我还该这么玩哈 有同学会想 卧槽 何不议再玩 玩黑了 再来一个else 可不议啊 可以 啊 可以 else 来一个什么东西 再来一个 i可不议啊 行吗 有四元 看我直接这么写 你就会发现它是有问题的 不行 这是什么 这是几元了 四元 谁交给你四元表达式的 没有四元哈 没有四元哈 没有四元表达式 注意了哈 如果同学 有同学就说 我说我就想用上IOS 哈 就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位置不能用IOS吗 因为这就是三元表达式 三元表达式就三元 能懂吗 有的同学非要辩论 我一定要写个那种多分子 写不了 但是你可以是不是在这 位置改变条件 可不可以在这 位置改变条件 可以吧 这就代表什么拼接的是什么 是不是小于五的 组成一个 这叫 L2 你看 生成了是不是小于五的 这一粒鸡蛋 这是不是大于五的一粒鸡蛋 是这意思吧 好 还可以这么玩哈 我后面直接跟一个IOS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直接IOS 这个位置就不能写这个东西了 直接IOS IOS 什么东西呢 IOS 来一个 这个 就这么多鸡蛋 就这么多鸡蛋 哎呀 这怎么爆串了 不行吗 这个加一个这个 这不能写吗 IOS 好像不行哈 报串 肯定能报串 是不是一发串 我说这个位置就不能写IOS啊 不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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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写IOS啊 至于这个 这个不能写 就不能写 那就它了哈 就如果我三元 是不是只能小于三元 这可以有两元吧 可以有两元哈 但是说不能有四元 不能有四元哈 不能有四元 那这个哈 大家不要研究它了 我以为还可以写个IOS 这是三元表达史哈 隐身的一些东西 来接着来看 这个最终拿到 我只留一个吧 只留一个这个L啊 来 IOS 是不是送的 哎 怎么还有 在哪呢 这个哈 来 他把他也也也也也也 也去掉哈 来 我通过列表解析 是不是最终生成一个列表 是付给L 所以我拿到这堆鸡蛋了 好 这一堆鸡蛋 你告诉我在哪 哪里边存着呢 在哪里存着呢 是不是定一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是 内存对象 对不对 也就是说 这十个鸡蛋 全放到哪里边去了 是全放到内存里面去了 是这意思啊 对吧 那如果他给了我一万个鸡蛋呢 十万个 一百万个 一千万个 这是不是全都要放到 内存里面 能懂什么意思吗 好 不是说列表解析不好 列表解析 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 把你上面这种代码 是不是 就是 把上面这个代码 这上面这个代码 是要完成一件什么事 是不是生成一个列表 我可以用 这个这个一个中括号里面 是不是写上一个三元表达式 这种方式 是不是来 直接生成列表 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这是一种好的变成习惯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 你生成的就是列表 就是真实放到内存当中的列表 是这意思吧 会占内存 处理这个数据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会占内存比较大 好 我不用给你演示吧 你演示一下 我来个一千万 你自己可以试 你自己在哪 你自己在哪 就卡死了 就卡在那不动了 你得重启才行 我在这就不是了 我一试 我还得开机 来 完了以后 接着来看 来 风哥瞅了出来 下了一框鸡蛋 捂着鼻子说 说了句哥 你还是给我只老母鸡吧 我自己回家下 你给他下的太骚气 下一框鸡蛋给我 你这不行 来 给我一只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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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味着什么 什么意思笑什么笑什么 Alex下鸡蛋呢 不是 上面说的 这不是Alex下的 这是Alex帮我买的鸡蛋 好吧 我是为了这个效果 Alex只能下人 他下不了鸡蛋 人只能生人 生不了鸡蛋 对不对 Alex买了几个鸡蛋给我 可不可以 买了一框鸡蛋 那这些鸡蛋 是不是都要找地方放着 占地方 那于是我跟Alex请求过 我说你给我只老母鸡 老母鸡就牛逼了 给我一只母鸡 我放在家 我是不是可以一直下 是这个 好那根据这种思路 来来 怎么样去 就用老母鸡呢 怎么样 我拿到老母鸡呢 就直接来一个老母鸡 可以吧 老母鸡等于什么呢 看上面这个表达 这个列表解析了 老母鸡就是把列表解析 这个中括号变成 什么 变成这个 这种括号 原括号 那再来看老母鸡 你得到了现代 这就 这还是一个列表 你来看 还是一个列表吗 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也是一个生成器 跟你那个韩顺那种方式 是不是你看到的笑脸是一样的 一样 对不对 我上面那个韩顺那个还在吗 是不是在这 是他吧 我把这个注视打开 你看你跟韩顺打印的结果一不一样 来自韩顺啊 来 你看来自韩顺是不是在这 一不一样 也就是说生成器是不是两种表现形式 这是第二种 好 那有了第二种 这相当于拿了个老母鸡 那老母鸡 我要让它下蛋 怎么下蛋 老母鸡 点 好 你看 一直行 是不是下了一个鸡蛋 再来一个呢 是不是又下了个鸡蛋 你能 你下了一个鸡蛋 是不是就没了 你还能够回去再下鸡蛋吗 是不能啊 这个点你需要注意一点 老母鸡是一个生成器 生成器是不是不用A2方法 自己就有一个next 对 是这个意思吧 那我现在走到这个位置 你看你能不能看得懂啊 我直接next老母鸡 直接next跟调用它那不next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我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就开始很残暴的 让它不断的下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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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报什么算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就不能下了 在这个位置已经下了几个了 来看 你看是不是已经下了9个了 这个老母鸡是不是只只只只存了9个蛋 10个蛋啊 从零到9 是不是10个蛋 还就意味着 你们谁谁家养鸡能无限的下蛋啊 啊 没死啊 对 他死 总有一天会吓死的 一直下蛋 一直下蛋肯定会吓死的啊 就是这个 好 你不用攻击 这 好 不用攻击是不是也能下蛋 对 你挑什么攻击 研究过母鸡下蛋吗 真是 这 不懂 回去给他咋摸咋摸 蹲进窝看一看 他怎么下的 来 好 有了他以后 现在你就知道了 生生气的第二种形式 这个叫生成器表达室 生成器表达室 本身是不是就是就直接掉相 就直接实现了迭代器协议 他是不是就是省内存的 只不过他有一个 就为什么要有他呢 你快想 你快想 这种形式是不是就是 就直接就是一个迭代器 直接就省内存了 是不用再你费劲了 再掉A套方法 是这意思吧 这样就给你封装好了 就封装好了 好 那这个讲完了以后 再回过头再来看单的 那个上面那个叫 函硕的表现形式 这种形式你来看 就什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 你得到最后这个函硕 一直行得到的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好我这个点 还要给你 别别别让他走了 来 你来看 来自韩硕的 得到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生成器对象 你会发现 是不是也是 韩硕当中 是不是用Yield 是不是直接就帮你去实现了 这个生成器协议 Yield 是不是就相当于 那个 的一个封装 是这意思吧 是不是相当于封装好的 只要你还是当中 有Yield 那这个Yield 除了帮你返回值以外 是不是还帮你做什么事 就帮你相当于 把这个 这个类型 是不是执行了 一套方法 是不是就变成了 一个 可接待对象 生成器本质 不就是可接待对象吗 是这意思吧 好 就这个说的 这两种表现形式 好 这个完了以后 咱来看 列表解析 是把中科二换成这个 就得到生成器表达史了 然后 列表解析 和与生成器表达史 都是一种便利的编程方式 只不过 生成器表达史 更节省内存 为什么会节省内存 为什么 它比列表解析 更省内存 因为什么 因为生成器表达史 是什么 是什么 这是不是生成器表达史 它是怎么取之的 它是不是基于迭代器协议的 那个字号 一个一个去取的 要什么给你 给你 是这一种 比列表达史 要省内存 再一个 Python 不但使用迭代器协议 不是 不但使用迭代器协议 让Fall循环变得更加强大 不用加多号 加多号会影响你的理解 Python不但使用迭代器协议 让Fall循环变得更加通用 不但使用 这个说的有点问题 对不对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 就是Python当中 Fall循环是一种使用迭代器协议的 一种体现 除此之外 还有 SUM函数 还有什么呢 MAP Radius Filt 还有这个 MIN 什么 不是 还有这个 这个 MAP 还有 Salted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基于迭代器协议去 完成的 还记得我给你讲MAP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MAP 是不是跟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函数 后面是一个什么 可迭代对象 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直接传一个列表 它能够叫做 严格意义上的可迭代对象吗 不能吧 但是我跟你说 后面就相当于一个Fall循环 是不是来循环这个列表 然后是不是依次传给前面这个函数 那Fall循环执行了什么操作 是不是就是在把它变成一个Ater 然后是不是在Nexus Nexus一个只给一个Funk的 Nexus只给一个Funk的 直到捕捉到那个StopAction 对不对 对不对 说到这 Fall循环是不是也是这么一回事 Fall循环是不是也是这种工作机制 对吧 所以说MapReduce还有Filter还有那个SUM 这些全都是 全都是 你比方说你现在 你要计算一个 要计算一个核 比方说我直接print一个SUM 然后一个列表能不能取 能不能得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什么能得到 但是我传的是一个列表 这个地方也没显示 我用下标去取 用什么去取的 SUM是基于什么协议去取的 是不是就是DTG协议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 它把这个是不是就转换成了 就掉了这个列表内置的Ater Reborn Ater Reborn Ater Reborn那种方法 是不是转换了这个Kaddis Next 是不是取是 是这意思吧 那这个会了以后 我可以这么写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呀 就这么写 实际上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列表 是放到这个位置啊 那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做以后 这个东西这个数据是不是会占内线 如果这个列表非常非常大 1万个呢 1万个值 那你SUM是不是 就SUM是在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会把这个列表 能看见这个列表吗 我给你空一空 这是不是SUM处理的这个 这个值 这个列表假如有1万个值 那首先你内线当中 是不是一定要存好 这个1万个值 SUM是不是 在处理的时候 是转换成 把它转换成一个 是不是可跌跌对象 然后在NAS就SUM在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不会占拖大捋存 但是 这个数据类型 你这么写 是不是意味着 是不是要在内线当中 把这1万个值先存放下来 你这么 你这个SUM处号 里面下个列表 是不是相当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先生成这个列表 这1万个值列表 1千万个值的 放在内线当中 然后是不是在SUM 是不是基于迭代器型 把它转换成一个迭代器对象 对不对 那第2步 SUM处理的时候 拿到的是一个可跌跌对象 对不对 它不会占多大内存 这没问题 但是第1步呢 第1步是不是要生成这个列表 是不是会占很多内存 这个能理解吗 可以 那也就是说直接这么写 肯定也不行 对不对 那你学过一个什么 生成器对象 是不是就是就什么 是不是就把这个 变成小括号就行了 对不对 比方说你要生成一个1万个值的 这么一个 1千万个值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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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列表 那我这回想用不要给你 用不要给你演示 有1千万个值的列表 可以演示 直接来个list 一个认知 1千万 就可以了 演示 真不怕死 反正速度会非常非常慢 不要不要这样 这样显得不行 认知 这个能看懂吗 1千 1 2 3 4 这是1千万 这是几步操作 你知道吗 就实际上 就把它当成一步 它是不是要生成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是不是有1千万个值 是非要放的内存 是这意思吧 运行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直接得结果了 直接得结果了 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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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买我又骗你了 好 好吧 咱不测 再大一点 我不敢再大 再大我怕得停住 我怕得停住 来你先别管散 别管散 我老担心 我讲这讲课 我不太整崩了 你这 我这还录着视频呢 你知道吧 视频就没了 你知道吧 你自己去试 这么大 这么大 别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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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 就就就那种 那种可能也很快 我这跟你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如果有一个这么大的列表 你之前如果有个这种这种方式 定一个列表 如果这里面有1万个值 那是不是它就会占费非常多的内存 能懂吗 那基于这种方式 要转换成一个生成器 表达室 你再来看哈 生成器表达室是不是按理说 应该是这么做的 生成1000万个值 应该是这么写的 小括号 i 4 i in ranger 以前吧 你这也随便写了 无所谓 是这意思吧 这是不是就生成一个 这这这这 怎么又来多了个括号 没问题啊 就它 它得到是不是一个生成器 但实际上你这么写的时候 来我把它也去掉 这样你看得更明显 来这是不是Sam的参数 对了你在Sam的参数里面写 这是传给他一个生成器 对不对 Sam在处理的时候 是不是就基于叠代 就基于那个叠代器协议 是不是在处理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用加生成器的小括号 你知道吗 你不用加生成器的小括号 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他Sam 就会按照叠代器协议 来处理这里面的内容 能懂吗 这里面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什么呢 生成器表达室 就那个小块就不用加了 因为你如果再加一个块 你会发现什么 一层块又带来一个层块 就不用加了 它就相当于一个生成器表达室 懂什么意思吗 好 那这个完了以后 再来看他的小管 也很慢 也很慢 但是你机器是不会卡 你看我机器卡住了吗 我做其他操作有问题吗 这可是多少个值啊 哥 这多少个值啊 你自己你要不怕死的话 你可以试试你的机器啊 我这个机器 你看现在是不是稍微没有卡住 是不是一点是不是都没卡住 这个计算慢 是为什么计算慢 这是Sam 计算的 是不是跟你CPU的计算是有关 对对对 CPU的效率有关 就我内存现在没卡住 你要不服 你可以自己来一个 生成一个这么大的列表 你试试 好不好 就我跟你说 你运行啊 我跟你说 你如果用列表解析那种方式 或者就列表解析那种方式 生成一个列表 你这个位置你连停程序 你都停不了 你机器直接就卡住了 好 这是生成器 有大事啊 那 来 这个完了以后 大家快速把这个列表 来